宫高镇主怎么办 我国字堂 宋以后 以儒 式 道三家的哲学 作为文化的主流 在这三家中 佛家是偏重于出世的 儒家的学问 则是偏重于入世的 道家的学问 老庄知道就更妙了 可以出世 亦可以入世 或出或入 都任其所欲 像一个人 跨了门槛站在那里 一只脚在门里 一只脚在门外 让人去猜 他将入或将出 而别人也永远 没有办法去猜 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 亦有如此之妙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 他是近代史上 一位大正之家 后世的人说 他建功立业 一共有十三套本领 但是其中有 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 都未曾流传下来 只留了两套本领 给后世的人 其中一套 是铸了一部兵舰 把香仁之术 这是他老师 交给他的传给后世的人 自他以后 有许多正直的 军事的乃至经济 等方面的领导人 运用他这部兵舰 所述的香仁术 选才用人 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领 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 或者说 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 不外乎告诉家人 怎样弄好鸡窝 怎样整理菜园 表示很快要回家中田等 这些琐碎小事 老农老仆也懂 算的什么大本领 值得流传给后人 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 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 曾国权兄弟当时所建的工业 所处的环境 时代的政治背景 历史的轨迹 就可以了解到 曾国藩叙叙于这些琐碎戏事 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 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 姚汉京师 嘻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 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清兵入关以来 前所未有的 达到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功高震主的情况 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 是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 一位公司老板 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 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 而且很努力 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 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 逐步上升而鼓掌 而主任 而经理 一直升到总经理 到了这个阶段 公司的一切业务 许多事情 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 铜下面的人员又好极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 这就功高震主了 地位就危险了 在政治上 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 危险与荣裕是成正比的 获得的荣耀勋将欲多 危险也欲大 不但随时有 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 甚至生命也往往旦息不保 清朝以特务手段 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 雍正皇帝是用得最著名而收效的 雍正以后的清朝帝王 均未放弃这一手法 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 就用得更多更厉害 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 写这些个激兰 菜谱小事 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 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 期望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 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 求天问世的香巴朗 以保全首领而已 再从曾国藩给他弟弟 曾国全的一首诗中 也可很明显的看到 他深切的了解老庄思想 灵火运用老庄知道 这首诗说 左列忠明又傍说 人间随处又乘处 低头一败涂阳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涂阳说的典故 就出在庄子的让王篇 涂阳说 本来是楚昭王时 是井中一个卖羊肉的屠夫 大家都叫他涂阳说 事实上是一位隐士 说是古字 古音通月字 当时因为五元为了暴杀父兄之仇 帮助吴国攻打楚国 楚国败王 昭王逃难出奔到随国 涂阳说便跟着昭王逃亡 在流浪途中 昭王的许多问题 哪知生活上衣食住行 都是他帮忙解决 功劳很大 后来楚国复国 昭王派大臣去问 涂阳说希望做什么官 涂阳说答复道 楚王失去了他的故国 我也跟着失去了 卖羊肉的摊位 现在楚王恢复了国土 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 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绝路 还有什么赏赐呢 昭王在下命令 一定要他接受 于是涂阳说更进一步说 这一次楚国失败 不是我的过错 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 现在复国了 也不是我的功劳 所以也不能领赏 他这话是多少代词的 弦外之音就是说 你当国王失败了 才弄了逃亡 现在你把国家救回来了 也是你的努力和福气 所以楚昭王从大臣那里 听到他这样的话 知道这个百羊肉摊子的 并不是普通任务 于是叫大臣召他来见面 不料涂阳说更乖巧 他回答说 依照我们楚国的政治体制 一定要有很大的功劳 受过重赏的人 才可以面对面见到国王 现在我涂阳说 在文的方面 没有保存国家的知识学问 在武的方面 也没有和敌人拼死一战的勇气 当无国的军队打进我们首都来的时候 我只因为怕死 而急急慌慌逃走 并不是为了效忠 而跟随国王一路逃的 现在国王要召见我 是一件违背正体的事 我不愿意天下人来 讥较楚国没有法治 楚昭王听了这番理论 更觉得这个羊肉摊子老板非等闲之辈 于是派了一位更高级的大臣 关司马 明子齐相近于现代的国防部长 吩咐子齐说 这个羊肉摊的老板 虽然没有什么地位 可是他所说的道理非常高明 现在由你去请他来 说我要请他做国家的三公高位 想想看 由一位全国的三军统帅出面来请 这中间有些什么意味 可是涂羊说还是不吃这一套 他说我知道三公的地位 比我一个羊肉摊老板 补质要高贵多少倍 这个位置上的薪水 晚中之路 恐怕我卖一辈子羊肉 也赚不了那么多 可是我怎么可以 因为自己摊徒高官后路 而使我的君主 得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 我还是不能够这样做的 请你把我的羊肉摊子还给我吧 当然事实上 楚昭王能复国 许多主意并非都是由这位羊肉摊老板提出来的 后来他再三再四的不肯做官 就是功成 凝碎 身退 天之道也的老庄精神 正是最有学问的人 曾国藩写这首诗 引用涂羊说的典故 是对他的弟弟曾国泉下警告 他知道 这时的客观环境 对他的危险性非常大 不但上面那位老太太慈禧太后 非常厉害 男士后直至 自己不能不居高思危 而外面议论他 批评他 讲他坏话的人也很多 尤其是曾国泉打进南京的时候 太平天国的王宫里面 有许多金银财宝 都被曾国泉搬走了 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至交好友 王乡乡 一大为不满 在写乡军之时 固然有许多赞扬 但是把曾氏兄弟以及乡军的坏处 也写进去了 这时曾国藩兄弟也很难过 曾国权的修养到底不如哥哥 还有一些重要干部 对于外来的批评都受不了向曾国藩进言 何不推翻清朝 进兵到北京 把天下拿过来 更曾有人把这一件写字条提出 曾国藩看了 对那人说 你太辛苦了 疲累了 先去睡一下 打发那人走了 将字条吞到肚中 连撕碎丢入字直楼都不敢 以期保全自己的性命 同时他训练出来的子弟兵 也已经变成交兵汉将 打下太平天国以后 个个都有功劳 都有得意自满的心理 很容易交横 所以又教他的学生李鸿杖 赶快训练怀军 来接他的手 冲淡乡军的自满交横 事实上 如果曾国权与乡军已冲动 半个中国已经是他的 似乎进一步就可以把大好和山拿下来 但真的拿不拿得下来呢 一字又拿不下来的道理 我们现在来仔细研究当时的情况 的确有拿不下来的理由 到底还是曾国藩了不起 宁可不做这件事 所以写了这样一首诗 要曾国权低头一败图阳说 他说尽管左面挂满了中央政府朝廷的褒奖状 可是要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 不必因此自满自傲 右边放了毁谱 抵着我们的文件 这也同样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必生气 人间随处有乘处 人世间本来就如天秤一样 这头高了那头低 这头低了那头高 不必想不开 低头一败图阳说 只要效法图阳说的精神与做法 学习这位世上第一高人 那么万事浮云过太虚 荣誉也好 毁谤也好 都不过是碧天之上的一片浮云 一护就要被风吹散 风为过去 成战的碧天 依然还是成青湛蓝的 在近代史上 明朝平臣豪之乱的王阳明 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 都是精通老庄之学 善用老庄之学 但都是内用黄老 外事如数的作风 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 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 打打坐而已 这种看法不是欺人 便是自欺 否则便真的要毁读南华庄子文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先懂了这一史实的道理以后 再来研究老子 就更容易了解到老子的哲学思想 再用的方面 打而用之于天下国家的大事 小而用之于个人立身处事之等 乃至于游平日的为人 进一步升华的行而上修养之等了 这一切都没想到 这一切都没想到 在这一切都没有黄老子 我们这一切都没想到 那么多大事